你看 你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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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主持的時候 我用過這台記憶器 電過的來賓 真的很抱歉 再次主持完全娛樂 會不會考慮接下他呢 會啊 那我們就先請 四菱幫我們重現 主持完全娛樂時的開場 跟觀眾打聲招呼 你知道我的名字 前面是不是忘記加什麼title 因為通常都會有一些title MC40 哈哈哈 你是要這個title嗎 歡迎收看完全娛樂 完全娛樂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詩琳 金科士弟 我都得到你回家了 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得到金科士弟這個title 到目前為止 大概一個月時間 現在心情 沒怎麼樣還好吧 那邀約不會變多或者是 沒有啊 因為得獎錢就邀約很多啦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 OK 所以就是一樣躲 一樣busy 有沒有跟公司討論過說 要講一下這件事情 不用討論吧 這種事情不是一定要長嗎 要討論什麼 等一下你長幅多少50%嗎 蛤 長幅50% 一座是50%啊 那兩座是多少 就雙倍 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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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為了你 我們準備一個道具來迎接你 我們請上道具 臭謊機 你看啊 你看到這個東西啊 你就知道這個單位有多 這是在我主持的時候 就有的東西耶 你看這單位 已經200萬的訂閱 你還在用我主持的時候的東西 你們羞不羞恥啊 在金鐘獎之前 有想過自己能夠打敗這麼多的牆底 你奪得男主角獎這個獎項嗎 沒有 真的沒有 一丁點都沒有 一丁點都沒有嗎 欸 他會15分鐘 你看 你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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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張好陰險喔 你怎麼那麼 你心跳點魂對不對 對 你很 欸 你真的沒有想過一個 對啊 上台的念頭嗎 沒有 包含 應該有吧 沒有啊 我 我上台講的 你真是沒準備啊 真的沒準備 對啊 你看你的概念被大讚好評耶 有嗎 你說你講得很好 對啊 你知道他有多無聊嗎 他說前一天晚上 然後他在那邊教訓我起來 他說你不可以沒有準備 對 我當個常常常常的演藝人員 你可以不要上台 但是不能不準備 對啊 然後我想說你有神經病 我就想說不要 我就是歪歪邪邪的人啊 我說 我還是睡 我說我還是睡覺 而且我不會得獎 我幹嘛準備啊 反正就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結果後來 就很幸運的 結果就得獎了 所以我不曉得站點是什麼 那我可能沒看我自己 你訪問吧 我入圍前入圍後 得獎錢 大家講的不是都一樣了嗎 我可能真的沒看 對 那其實你自己過去 不太看網路上的那些評論 嗯 到現在也一樣嗎 對啊 到現在也一樣啊 不要笑 不會 你吵 我沒有講話 我們現在講話 我們講話 我們沒有講話 我之前在主持的時候 我用過這台機器 電過我來賓 真的很抱歉 怎麼測心跳都是假的 我現在就跟大家道歉 你真的沒有看嗎 真的沒有看 沒有啦 得獎是很開心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可是我不會因為得獎之後 就改變我的任何的 的態度 或者是行為 或者是生活作息等等 我覺得完全都沒有變啦 我不會去看網路上的評論 但是大家很愛來IG 就是私訊我他們 看完作品 或是對裡面有些什麼想法啊 還有包含指教的也有 就是都會都很願意私訊我 但是我都覺得很開心啦 有些會跟我講 就是 謝謝你幫我喊臭毛 差點哭出來 像我剛剛前幾天 上個禮拜吧 收到的一個就是 他跟我講是 他跟阿公阿嬤一起看 生生世世 然後後來看到一半的時候 阿公就先離開了 然後他們在一起幫那個 阿公辦後事的時候 然後就是 還是會看生生世世 因為覺得那是跟阿公公公 然後後來 我入圍了 然後得獎 然後那孫女 就拿我照片給阿嬤看 然後阿嬤就會說 阿嬤就會說 阿嬤就會說 是最新上禮拜周 然後我就會覺得 透過他這樣長很長影片 然後跟我分享這些事情 然後我會覺得 哇我在我是不是無意之中 好像幫 我不敢講幫啦 可能拍上用場 至於對他們家 然後他阿嬤 然後還有可能他自己的情緒 我都會覺得 我不知道 好幸運喔 我覺得我 對 太早了吧 然後我就覺得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我想要 繼續做下去 好 真棒 那現在在你最新的作品 查經當中 你飾演的文貴 也被連雲涵說 很像是恐怖情人 那說真的 你自己的真實人生 是不是也是一個 恐怖情人 你這怎麼 所以才有代入感 對 你這怎麼會問我呢 你這不是應該要問其他人說 他是不是恐怖情人 你就準嗎 搞不好你自己也會這種認知的啊 對啊 說到一些反彈 那是真的 對 對啊 之類的這種啊 不會不會 我 沒有 不會 我不覺得是恐怖情人 來 我自己按你 不要講話 你幹嘛 你幹嘛 你幹嘛要叫我再按爽啊 你是不是不要講 第二題我也沒講話 我告訴你 抓安靜啊 啊 我不是恐怖情人啦 因為我沒有那麼 你知道我意志力薄弱 我沒有那麼直說 就不行 不適合就真的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像文貴說 不行 那我要努力 振作 變得有出息 然後就是 我又再一次贏輝他 我就沒有 不適合 好吧 謝謝 那你會不會這樣被另外一邊抱怨很被動 他很真心耶 好一副 他跟你早晚過一樣 你怎麼講 現在這個事先講出來好嗎 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跟相處的過程是不一樣的啊 在那過程中 你有沒有就是盡力的去給對方驚喜 跟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了 對 停了不只是為對方好 也是為自己好的 那個是有差的啦 對 所以我覺得我還好吧 你可以訪問其他人 蛤 你請問誰 你給我們一個 你給我們一個對象 我們就去訪問 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 有沒有 那你得獎他有祝福你嗎 蛤 那你得獎他有祝福你嗎 誰 他超平耶 接下來這一題是 如果現在烏蘇拉出現了 他給你一個魔法 是可以讓你演每一部戲都 可能演得很好 然後大眾 可是相對之下要用你 這個部分不需要烏蘇拉吧 我還沒講完 相對之下他要你用你的歌聲來交換 就是讓你一輩子不能唱歌創作 那你會怎麼選 不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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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等一下 各位來賓 幾率是50% 還是你剛剛抓到什麼訣竅 然後他不會點你 好 我哪要抓什麼訣竅啊 對 沒有 我其實兩個都沒有辦法換了 拍戲跟音樂這個事情 我發現他是 他也是會一直這樣 因為很累 然後問題很多 狀況很多 我每次都會覺得 不要拍了 不要再接了 然後可是睡個覺之後就會 欸 就是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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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所以我是對自己這樣 等於是有點像 檢視自己的狀況 然後 才發現原來這個 就叫做喜歡的事情 然後之所以會選音樂 因為我其實兩個都不太想 都不想放棄 可是音樂後來就想說 如果不能拍戲的話 至少自己還可以 在家裡唱歌 至於人 至於 對 不用別人 如果現在有一個機會 讓你再次主持完全娛樂 會不會考慮接下他呢 趕快回啊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用這種方式 你真的很故意耶 你幹嘛用這種方式 逃避這個問題 我沒有逃避 我當然主持你瘋了 但是你被電代表你說謊 萬一現在兩百萬耶 拜託來找我 拜託你瘋了嗎 都要三百了吧 對啊都要三百了耶 拜託 所以你是真的不排斥 不排斥啊 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感覺你反正對於 主持這件事情 是你的排序裡面的很後面的 沒有到很後面啦 沒有啦 就是我會很開心有這個邀約 然後還是會盡全力去做 然後 只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你真的是我這麼久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有我是個很避暑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嘛 馬上的進入狀況 我都需要很慢或者很久 然後 我會覺得 這樣子對來賓 然後或者是一些比較新的 來的朋友 我都會覺得很想要 很快讓他們就是放鬆啊 或是什麼的 可是我都覺得自己做不好 對 所以我都會覺得那 我都會覺得很 怎麼這樣 受挫 對 第一次他有寫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知道在這邊 這個是一個幕後工作人員 出來講的 他就說他當 他曾經是某一個節目的製作助理 然後有一次就是 你跟他一起工作完 回家說你載他回家 但是你好像講了一句說 可是這個節目好像 你跟我們說 我都沒有差了 就是你也跟他講過這句話 然後你還說 可以把你的電話號碼 給這個工作人員 就是你記得這件事情嗎 我的電話號碼很好取得 不過的確很像我會 這樣形容起來 很像我會幹出的事情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這樣覺得 不只是節目 我做什麼都這樣覺得 包括現在也是 沒有什麼角色是非你不可 剛開始主持的時候 就很緊張 然後很緊繃 我以為做了幾年會好 沒有好 那是不是 我自己不是了吧 如果你主持幾年了 然後還是緊張 你只要緊張個屁 我都會這樣問我自己 會不會再選一次主持玩魚的話 一定會 就是要不然的話 我就不 我就不認識你們 我生活中就沒有你們的樂 可能就只是一個記者 那或是誰 對啊 就覺得很輕鬆 好啦 最後一題 成為星科世帝之後 你是不是少兩個字 是 金鐘 還少兩個字吧 好 少了 謝謝 好 你們問題是說比較不精準 好 好 重點是後面這一句好不好 以後會不會有大頭症 好 不會 這忍不住都會覺得 你是不是在調適你自己的心境 這台機器真的有這麼精密嗎 好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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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突然想到你剛剛說 你要漲價 對啊 這不就是也是 大工程的一種嗎 不是啊 這個是合理的調整 OK 這個是反應成本 OK 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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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原物料跟空間 不一樣不一樣 對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好啦 車王機功成身退了 我們要進行下一個部分 因為你歷來 發行了很多作品 不管是音樂 還是 戲劇 沒有啦 我不想自己太小了吧 不開玩笑 好 現在重點是 我們準備了一個籤筒 就看你抽到了誰 然後就跟 分享跟他合作過程的一個小故事 第一個出現的腦筒就是 可是他是可愛的那種單純 真的很像小朋友 反應很直接 你給他糖 他就 你給他糖吃 他就笑 你給他 你打他 他就哭 大概是這種程度的直接 誰啊 謝謝欣穎 哇 欣穎喔 欣穎就是 愛殺2.2 第一次要跟欣穎合作 或是我就嚇了半死 因為 他的外表 講真的就是會給人家 很錯誤的印象 比較冷豔 然後也比較有態度 對 但是 就他傻的程度是 兩個愛殺家起來 對 常常要留意他的狀況 然後 譬如說導演下什麼指令的話 你要提醒他說 你等一下 要記得跳喔 因為他是會忘記跳的那種 然後就撞到 自己撞到東西了 這個真的不誇張 所以其實跟他熟了之後 然後 我自己內心有一些小劇場 就是 天啊 怎麼這麼笨 這樣就笨 這樣就笨來形容 真的很可愛的女生 不過我也很慶幸自己 就有機會跟他認識 然後而且還合作 然後認識他這個朋友 然後所以 後來在工作上的時候 我也會提醒自己 就是要更幫他多注意一點 不要 因為常常有時候拍戲過程 會有一些 比較驚險的部分 好啦 重點就是 接下來會不會想要挑戰 什麼樣的角色或劇本演出 或跟誰合作 沒有耶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是 沒有預設去做很多事情 反而都會帶來 意想不到的效果跟驚喜 不管是合作對象 或者是角色類型 接下來 從擦巾之後 然後會陸續跟大家見面 當然就是之前都拍完了 對 對 的作品 角色類型都還滿不一樣的 然後 合作的對象也都很不一樣 所以希望 其實大家之後可以 有興趣的話持續關注 你的新作品會陸續推出 對 好啦 今天謝謝徐志玲 都要做Ending了好不好 恭喜新特製Key 謝謝徐志玲 少兩個字 少兩個字 真的很建議耶 好啦 謝謝 謝謝 謝謝